我決定了, 為了我們的將來 我決定學駕駛 小姐, 你駕駛什麼? 你到底明白嗎? 一輛電單車 怎樣駕駛得上一個比他重的人 坐在他上面呢? 不是說這些, 你這些壞電單車 我打算學駕駛貨車 貨車? 對 你駕駛貨車幹什麼? 我想過了, 其實駕駛貨車 又可以載貨, 又可以載人 還有, 為了你的將來 我決定用我的特場去打拼 你的特場? 吃飯了? 你很壞, 你們經常說我健碩 我想好了, 到時候有貨車 我可以負責送貨, 你們負責點貨 想想我們將來的生活 很棒, 很甜蜜 這樣也可以 是不是很期待 要做到呼唱苦隨也不是那麼簡單 要操作貨車尾板需要留意很多細節 首先要安裝合標準的雙手控制裝置 還要安裝適當的視聽信號裝置 例如風鳴器、閃燈等等 這樣就可以提醒工人, 避免夾傷 蛤? 這樣很容易呢? 你以為了 貨車尾板要安裝有效的上鎖裝置 防止貨車尾板會在意外打開 還有要安裝腳部防護裝置 還有在車尾的車身和尾板都要安裝觸角式的裝置 我知道, 這些裝置是會由合資格的樣子 定期做檢查並且妥善去做保養 而確保安全 還有當我們使用貨車尾板的時候 記得任何人都不可以接近尾板和車尾的夾口位置 還有記得當我們發現 裡面的裝置和安全裝置有任何故障的話 都要即時停止使用 和向我們的僱主匯報 我知道, 貨車司機和尾板操作人員 是要經常保持有效的溝通的 尾板容易夾傷人 小心操作, 沒頭痕